《性骚扰》 《性骚扰》的定义有三类 第一类是 任何人对一名女性作出不受欢迎的性要求 刚才说同性性骚扰都是骚扰 因为澳洲的法官说任何人可以男去女 对一名女性法例里面 第二条第八款说法例凡例提到女性的同样適用于男性 即是这个女性也可以男性 于是四个混合都可以 男性骚扰女,女性骚扰男,男男或女女的性骚扰都是违法 第二种性骚扰的形式是最普遍的 最普遍就是 就一名女性提出不受欢迎 不受欢迎就是说不是你提出的 涉及性的行径 涉及性的行径 在案例就说你去评论别人的生殖器官 这是很明确的涉及性的行径 这个就将主观测试和客观测试融入一个句子 就是一个合理的人固合所有情况之后 应该预期那个人会感觉到冒犯、侮辱或者威嚇 这个就是性骚扰有四个元素 第一,就一名女性 不受欢迎 涉及性的行径 第四个就是主观客观的测试 这个就是最普遍的那种 即是说说色情笑话 这类就是第二类性骚扰 第三类性骚扰 就是涉及性的行径 而造成一个敌意或者恶意的环境 为什么要这么烦 要弄多个人出来呢? 原因呢 因为就一名女性的意思 就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就是说 你召开召面和别人说那些色情笑话 说完之后 你去投诉他 那个人就说出来 我都不是说你 但就一名女性的定义 就是你对着她说就是了 有些人呢 他很厉害就很法律纳的 我跟A说 但是B就听到 可能A就不觉得性骚扰 你跟A是很熟的 大家分熟同事很久的 但在一个教员室 有其他人听到 其他人就顶你不认了 就觉得这个是性骚扰了 就跑去告 那这个不是就一名女性 我都不是针对你 法庭就说 你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这个都是属于就一名女性 这个定义的 都中的 所以就一名女性 既然这么阔 那怎样可以是 需要再做第三类的性骚扰 就是环境性骚扰呢 譬如说 有些人 在自己的位置 虽然很浅测 他用贴一些海报 那些海报 就有些色情的成份 其他人呢 就很顶不住 你性骚扰 接着他就说 我又不是针对你 那不是针对你 就是不是就一名女性 那第一个元素就不中 不中就告不了 但是呢 法律呢 就要补这些法律 所以就有第三类 你贴在那个办公室 这些的海报 是对那个环境 在性方面 是构成有敌意 或是威嚇的环境 那呢 就中第三样的性骚扰 就算你不是针对任何人 那在英国 十年前左右 就有一单 又是一些裸铝的影像 不过就不是海报 而是做了它的wallpaper 当然同时会看到的 所以呢 就是这样中了 性骚扰的 那 适用范围呢 最主要就是 头三个 雇佣、教育、提供货品、设施、服务和处所 都是头三类 其他呢 都是少些的 如果你说公务员 当然呢 就是第七项了 其他的就少些 接触到 好了 而呢 在那几个范围里面 还要是 谋一些关系 才可以告到性骚扰的 例如呢 我讲战主的 就是哪个性骚扰 这些是受到性骚扰 这个就是 性别歧视条例第39条 在教育界里面 基本上 相关的条文 就是第39条 看完这四条 就会知道 23、24、39、40 这四条 就讲完所有 可以告性骚扰的关系 没有写下去的关系 就不可以告 譬如 你说 同学之间性骚扰可以告 不同学校之间性骚扰 可不可以告 是不可以的 我们现在很多联校活动 是吧 因为他的法律的写法 就是同一个机构 尤其是我们现在是IMC 是一个法人 同一个学校底下的学生 他们之间的性骚扰 这个是违法的 但不同校呢 就没有的 没有 即是不能告 那不能告才令人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权利被侵犯了 他不能够在法律 得到一个 補偿 和公义 于是 他会如何呢 可能 透过传媒 唱衰他 如果你学校有些机制 去处理 当然 他就会觉得 这样也好些 我都还得到我的公道 还有我们有一个机制去处理 通常也会连带到 我们就会有一个预防措施 那你就会想 你有个政策 我会处理什么人投诉 我就会想到 这次有个校友活动 我们也会想想想 或者我们的学生 要派出去 Internship 或者现在很流行的实习 那些 是令到你学生 在那些地方 其实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因为如果是同工的话 就是同一个老板 你大家的同事 那些才有得告 不同老板的没得告 所以也都不久之前 有些调查说 那些在超级市场 去sale那些产品 其实是另一间公司派去的 那些人 就会经常被人调弃 性骚扰等等 包括是超级市场的员工 但由于他们是不同老板的 所以法律上是处理不了的 这个也只能透过公司的政策 那些方法去处理 这个员工这么多口 我们要懲处一下他 等下次不要这么说 大家也留意到 性骚扰有法律改革 所以之后有少少改善 我刚才会提到法律改革 你们的学生出去 就会好一点 不过现在的法律改革 还未去到实际审议的阶段 刚刚首读了不久 好了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转成责任 雇主要为雇员的性骚扰行为 是负责任的 亦主事人 就是要为代理人负责任 另外一个处境 如果主事人去骚扰代理人的话 当然也是违法的行为 我稍后会再讲这个转成责任 这个是所谓使人受害 一句说完就是报复 就是因为你投诉 而对你差一点的话 这个也是违法的 施压、指示等等 不是你出口、不是你出手的 也有机会是性骚扰的 好了 那我们刚才说的转成责任 就是学校要为了他的员工 去骚扰他人而负责任 但是有没有说我们的学生 去骚扰别人 学校要负责任呢? 我们的法律就没有这件事 法律没有的话 是表示一定没有事呢? 也不一定没有事的 因为美国和加拿大有些案例 例如美国案例 就说如果别人向你投诉了 而性骚扰也是严重 普遍 就是离谱的 而学校知情的话 也有机会是学生性骚扰 也有机会 学校要赔一份 这就是我刚才提及的 因为这个特别重要 就是说在受雇用的时候 那员工的性骚扰他人 就需要视为雇主作出 即是当是雇主性骚扰 所以有些情况就是 雇员和雇主被告 性骚扰于人的人 就是次被告 首被告 反而是雇主的 你的首被告 在案例看到的首被告 或者在报纸 又会登校的名字 不论雇主是否知识或批准 我都不知道 那不公道 你法律员执什么 如果是一人做事 一人当这件事 刑事的确是这样的 但现在是民事 因为你对环境有实际的控制 你有责任去改善处境 不过你没有做过事情 去预防性骚扰 所以你也会有责任 但幸好他有一个免责辩护 写了第46条 免责辩护 就是说 如果雇主採取合理 设施可能的措施预防 雇员去性骚扰人家 这就是免责了 所以你看到公务人事务局 搞很多 关于平等机会 防止性骚扰 种族骚扰等等 这些培训 因为政府有这么多雇员 肯定有一年有多少单 肯定会被人投诉被人告 一有这些事出现 他一定列一个清单 说我年终都不知道 做了多少单培训 有多少工媒去过 同样我做了很多个案 去投诉大学那些 大学都会整个清单出来 我搞了多少多少次培训 他已经有政策 以及他有执行他的政策 他就是有培训的 因为你说我有政策 我那家公司不用怕了吧 几年前 就响应了凭机会 整个政策 不过问回 什么是性骚扰 不太知道 如果你说 不是很知道 那你怎样预防性骚扰呢? 对了 连性骚扰什么都未必知道 所以 要落实到的政策 要预防性骚扰的话 第一件事就要有政策 第二就要有培训 所以 有没有做到 合理设施可行的措施 去预防性骚扰呢? 最重要就是问那两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已经有政策 已经很好了 但是你还要做另一件事 你说 我们也做过培训 几年前 有个人来讲过一次 或者我们送过一个人 派过一个人出去听 讲座 没有了 人家有机会说 你不是做了 设施可行的预防措施 那 雇主要做的 就是发出一些政策声明 那 你看回你的政策 究竟有没有这些元素 最起码这些 这些就写在 《性别歧视条例》的 《雇佣事务守则》 那里 如果政策写得好 其实你执行这个政策 就事半功倍 我有调查过这些大学的性骚扰政策 看看它写得好不好 因为这些大学很喜欢比较 所以我们就 用来比较一下 我做了清单 我清单有六十四项 所以这个性骚扰政策 真的需要很多东西才可以 比较 经过几年来不断比较 大学也有很多性骚扰案件 这样就不断不断改善 如果以那个条文了计 很多大学都写得不错 现在只差在执行 这里是有本书 参考招有本书 讲了有些什么 怎样写法是写得好 即是大学那样写就非常好 你可以参考去改善你的政策 刚才一开始讲到 如果性骚扰要怎样做呢 这样就有 第一件事是say no 虽然没有say no 你都可以告 但是say no 是应该做 以及尽快做 让人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详细记录 这个就很重要了 往往一些案件的成败 都是证据 都是你 有没有很快记下所有的详情 那就是 找人求助 跟着 追究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 就是找雇主投诉 如果雇主的层面在学校搞得定的话 已经人家都没有需要行其他的步骤了 已经 已经 就是调气顺利了 但是 哇 学校倒捨楼械 不懂得处理 跟着才找人去研究 什么是性骚扰 那样 于是 蚊子也睡了 他可能逼着要走出评机会投诉 因为评机会 就要一年之内投诉 一年 过一年 通常他就不会接受 去法院 去区法院 告 通常就是 两年之内 要告 两年之内 不告 就通常不会被告 所以如果 学校处理得好的话 人家未必 需要在外面处理 好了 去评机会 好处不好处呢 很简单说 就是说 因为评机会 投诉是保密的 有些人就不喜欢这件事 爆出来 因为老实说 现在连投诉人 去投诉人都很害怕 因为有几件 被人觉得是误告之后 他可能都是胆博胆的 如果私下拆得好 就最好 因为那些都是相当大的赌博 也可能是人格破产 不知谁破产 所以赌注非常大 所以保密有这个好处 另外 就是 评机会提供的调解 是免费的 如果你网上看 性数与案件 几乎 单单都是评机会 资助去打的 差不多是 因为我这个法律很复杂 法律程序也很复杂 法律本身 我们说到这里 都不是很多人会认识的东西 所以 一般人 独立就不太能够 所以通常都找评机会帮忙 但是你找评机会 派律师去帮你去告的话 你首先要去评机会投诉 他调解 不成功了 又觉得你底帮了 他才会帮你 如果你没有去过评机会的程序 他试试帮你调停 又去调查 未经过这些程序 他是不会提供法律协助的 还有 就是因为 在评机会的信来信往的东西 是可以呈堂的 例如你在学校很多的 查的违规案件 纪录程序 警察都未必会要的 就是你自己用的 未必可以呈堂 因为那些又不是警戒之下 去取得的评论 但是评机会这个过程 所搜证到的东西 是可以呈堂的 所以他不可以 在评机会回答 为什么姓蘇宇 因为玩玩而已 或者因为那是误会 或者什么 他不可以在评机会回答 然后上到庭 就讲另一个版本 怎可以呢 因为那些东西都可以呈堂 那你呈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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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有效去 评估到案情 你知道人家是什么说法 那你就想想你自己的胜算 如果你觉得 这件事是否告的 你便不告上法庭 你觉得 咦?不是啊 他这件事 因为可以呈堂的 你可以给律师看 研究完之后 这件事 都相当合理胜算 可以告过 就算评机会 他不资助你 你自己都可以告 好了 那处理投诉基本原则 这些呢 就是我们在纪律程序等等 都会有这些原则 如果说培训 这些也是随时三个小时最少 因为这些也是另外一大堆学问的东西 让大家知道 有这些最重要是公正的原则 好了 我刚才说的歧视条例 检讨在14年7月的时候 有就着性骚扰 都有提出很多改革的 整个资深文已经有73项改革 只是性骚扰是73项 其中一项都有8个建议 即是百多个建议 政府呢 就是他向政府建议 27项改革 优先处理 那政府呢 就说 好了 九项改革 就肯做九项改革 然后 最近 刚刚 11月30日 刊宪 在八项改革 其中 共同工作间 将会立法 立法会将会有公听会 跟着审议 共同工作间 什么意思呢 总之你在那里做事 无论你是不是同一个雇主 这个都是违法 而你派你的学生去实习 而他将会 工作的定义 会定得很阔的 学生去实习 我相信 都会是 包括工作这个定义 都被那里的同事 骚扰 即使是不同老板 这个都会是 违法的了 另外 NGO的人 被NGO的管理层的骚扰 这个是违法的 特别扩阔了 就是这两度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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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拍一遍 allo 偕不是